回来最前,今年获政府4千万资助的港协企奥委会 早前被审计处揭发,十几个委员会长年没有开会 这些委员会的主席是谁,也一直没有公开 新闻辞珍找出这帮主席,又问过港协,如何解决没有开会的问题 港协企奥委会的管治问题因为审计报告,再一次上新闻 最新一份指,有14个委员会三年没有开会 但是没有特别提及一个职能很重要的会 港协备书署近年赤字大幅扩大 财政储备也耗尽,要政府再撥款 管钱的财务委员会18和19年没有开会 委员会的主席是霍振庭 他没有出席立法会帐委会聆讯,我们找到他 有的,财政那些我们经常都有,我们有个专责小组 18、19年都不见有开会 是吗?有的,我回来,好吗? 霍生也忙的,他也都飞得很多 某程度就不一定需要霍生开会的东西 就在上海里有Treasurer 那霍生是没有召唤过的那两年? 有跟他汇报的,很多时候我一定跟头发说 但是正式开会就没有的 财委会负责港协财务预算、投资计划和检视投资资产 两年没有开会,港协怎么运作呢? 帐户是核数师行得很清楚的 那为什么还要成立财委会? 所以其实现在我想我们今次之后 我们会整体去看看我们的委员会 有哪些真的一定需要 另一个较重要的委员会叫策略管理委员会 负责管理港协企奥委会所有委员会 制定港协中长期体育发展计划 这个会连续三年没开,主席都是霍振庭 你开会,你要做paper 你完了之后,你要做minute 又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都没有够人手去做出推行那件事 开会来都没有意义,都是空谈的 这个委员会简单来说,那几年都没有什么意义 可以这么说 黄敏昭说,策略管理委员会和财委会 大部分委员都是董事 有事可以在董事会谈 不过董事会会议议程和会议记录 是内部文件,港协不会公开 另一个三年没开会的青年运动委员会 主席是霍振庭的儿子,副会长霍启刚 他以同样理由解释,但是翻查这个会的名单 不少委员,包括运动员代表和他弟弟霍启山 都没有坐在董事局 其他三年没开会的,还包括奥运大楼管理委员会 公关及传讯委员会等 剩下的委员会就算有开会,也有委员长年缺席 有九个人连续三年出席率都是零 帐委员会聆讯提及其中一个 我们逐一对各各委员会被设换的委员名单 只是有一名律师叫梁满文 他做过多项体育公职 委员没有开会要免职 长年没有开会的委员会主席又怎么处理呢 在董事会提出你 你换人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方式 有线电视记者杨良杰报道